这是一场怪异的马拉松 没有规定时间和目的地 只需要跟上考官的部分 就能成功通过猎人考试 但在耐力与意志力的双重考面前 404名考生已经陆续有人放弃 随着考试时间过去两个小时 奔跑的距离也超过了30公里 萨特兹依旧没有停下来 即便很多人都已坚持不住倒下 但身为胖子的尼克利却精神焕发 他通过网界的资料 猜测出终点就在前方 所以显得游刃有名 而一旁的雷欧利心态有些乍链 也让雷欧利瞬间愤怒 这不是赤裸裸的作弊吗 但小杰却帮忙解释 考官只是说跟着就行 并没有限制方式 所以并不算作弊 雷欧利顿时无语 好一个胳膊肘往外拐的家伙 看着帮自己说话的小杰 齐亚询问她的年龄 得知对方和自己都是12岁时 齐亚停下滑板选择与她同行 两人也因此成为了朋友 一个小时后考试还在继续 但尼克利已经坚持不住了 她没想到自己的数据 居然也有失误的一天 在茉莉三兄弟的嘲笑下 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但悲催的是 她直到最后都没有发现 这是东巴对她的暴露 不久后众人奔跑的距离 已经超过60公里 雷欧利坚持不住停了下来 小杰看到后 选择停下脚不等她 齐亚让小杰直接先走 毕竟雷欧利已经到达极限了 不知是被看清后有所奋怒 还是小杰的行为感动了她 下一秒雷欧利就充满动力 面部争鸣的她瞬间冲出去 还直接超过小杰等 小杰见状十分开心扔出鱼钩 将雷欧利的包包主攻带走 到达80公里面接点时 前方突然出现一大截楼梯 萨特兹看到还有大批考虫跟着 便再次提醒 这一次将会大规模的淘汰逃生 可小杰和齐亚却兴奋不已 两人还打起了谱 看谁先跑到中午 雷欧利与库拉皮卡也脱掉外套 开始了全力冲刺 中途库拉皮卡找到雷欧利 她觉得对方不是潜不知 成为猎人的真正目的 应该不是为了金钱 但雷欧利并没有告诉她 布拉皮卡见状说出自强秘 他们族人的童谣 在情绪激动时会变成非红色 被誉为世界七大美丽颜色之一 俗称火红眼 因为稀少了 导致在黑市上价格暗费 这也是幻影语团袭击他们的原因 她一定会亲手为族人暴走 将同伴们的眼眸全部夺本 听此雷欧利也放下借口 说出心里话 她成为猎人就是为了金钱 当初她的朋友生命 就是没钱治疗遗憾去世 从那以后她就想成为医生 然后免费治疗所有的患者 想要实现理想必须有金钱支撑 这也是她能够坚持到此的原因 就在这时小杰二人追上他们 不久后一大堆考生选择放弃 小杰和奇亚却轻松地闲聊起 为什么要参加猎人考试 奇亚说出她并不想当猎人 只是听说考试有趣便来参加了 小杰则说出她是为了追随父亲的脚 就在两人越聊越欢时 前方突然出现了光亮 众人明白真正的终点就在眼前 于是全部卯足了进朝前冲去 小杰和奇亚更是同时到达终点 因为大雾散去之后 一片森林出现在众人眼前 而这正是下一场的考试地 欺诈师之潮 萨特兹告诉他们 里面全是狡猾贪婪的生物 他们靠着欺诈人类来获取食物 一旦被骗将会失去声音 众人听到这话十分胆气 可通道的大门却在这时关闭 他们现在没有后退 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出现 一个全身是伤的男人 声称萨特兹是假的 随后还搬出另一个萨特兹的尸体 则的证据 他告诉众人真正的萨特兹已经死了 现在的考官是常不远 目的是将他们引到这里 然后联合其他生物吃点 听此伴奏力马上吧 相信男人所说的话语 毕竟萨特兹跑步的样子 确实不像你 突然几张卡牌朝着两人飞去 男人被命中当场逼命 而萨特兹却轻松化解了攻击 偷袭的人正是西斯 他向众人说道 考官都是受协会委托的猎人 实力都十分不错 现在看来确实如此 众人明白他的任务 这个试探确实不错 但萨特兹却生气 宣布下次再有谁袭击口罗 无论理由都将取消考试资格 就在这时天空飞来几只出救 开始啃食男人的尸体 众人再次紧张起来 萨特兹也抓住金费提醒众人 让大家更简单 否则到不了第二个考场 随后众人提刀几天 开始朝着欺诈士之朝迈迹 剩余的368名考生 将会有多少人通过这关的 这是我见过最美的男人 仅仅只是扔出一张卡牌 就将周围的人全部斩杀 而他奇特的身体能力 更是能免疫物理攻击 被这样恐怖的家伙盯上 小杰三人是否能逃出升天 让我们拭目以待 368名考生 在穿过漫长的地下通道后 踏入失美乐失地 有了之前的教训 所有人不敢再有丝毫松懈 紧紧跟随着萨特兹的脚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库拉皮卡发现大物越来越浓 前方的视线逐渐模糊 明白考核将变得激气困难 而其中的紧一考生 更是想趁此机会解决掉西索 奇亚察觉到了沙奇 带着小杰拉开距离 考生们以为只要跟着前面的影子 就能到达终点 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 前面的人影突然人头落地 天空中还浮现出几颗草莓 更恐怖的是无数考生 直接被怪物叼走 雷欧利两人走近才看清楚 竟然是耍见草莓龟的陷阱 但下一秒他们就遭到包围 面对草莓龟的撕咬 雷欧利用木棍死死地撑住 而库拉皮卡趁机捅伤对方眼睛 这才将雷欧利成功救出 众人见状四散而逃 结果又不小心踩到地雷 他们喷射出来的气体 直接将部分考生堵死 就在这时催眠蝶也发动了 前方的几人瞬间昏倒 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不久后迷雾越来越浓 就在大家慌乱时 前方突然传来萨特兹的声音 众人连忙跟上 殊不知危险正向他们悄然靠近 每跑多远冲在前方的人就突然消失 莫利三兄弟走上去查看 才发现前方是处悬崖 而下方全是坚韧 几名考生的身体直接被穿死 原来这一切都是乌鸦的阴谋 他能够模仿人类的霸人 与此同时冲在最前方的 齐亚与小杰也遇到危险 被懒人蛙一口吞进了肥 但齐亚却将东巴的饮料倒入库 使得懒人蛙察觉到武器 将他们给吐了出来 安全后 齐亚让小杰继续赶路 可小杰却放不下雷欧利二人 打算返回寻找他们 而此刻的雷欧利二人 正目睹一件可怕的事 十几人手持棍棒 将西索团团团围主 准备强制让他退出口 谁知西索懒人和他们逼逼 带头的人被吓得看法 但迎接他的也只有死 雷欧利二人被这一幕吓得目瞪口 但危机感也不妙了 只因西索盯上了他 二人见状立马分开逃走 虽然这个选择很聪明 但在西索朝着库拉皮卡的方向追去时 雷欧利却主动回来了 他不想成为窃战的懦夫 于是提着木棍朝西索冲去 可木棍却直接从西索的身体穿了过去 随后西索掉转身形展开攻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红色弹珠砸到西索脸上 攻击也被成功化解 西索还是第一次吃这么大亏 气愤的他准备直接找上小子 雷欧利见状从背后发起偷袭 却被西索一个勾拳干倒在地 而小杰则提着鱼竿朝他回去 但西索的误化能力太强 轻松化解小杰的攻击 无论小杰如何闪躲 总能快速出现在他身后 小杰见状将鱼钩砸在地上 利用激起的尘土 掩护自己来到西索的身后 但恐怖的西索 还是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 就在小杰快被他掐断气时 西索却突然将他放了下来 阴森的表情也变为了笑容 谎称自己是隐藏的考官 他们两人都已经合格了 随后扛着雷欧利消失在大雾中 而小杰通过敏锐的嗅酒 闻出雷欧利身上的香水 跟着库拉皮卡朝终点感觉 途中小杰询问库拉皮卡 明明自己和雷欧利都没有战胜对方 为什么西索还会判断他们合格呢 库拉皮卡觉得对方感受到了 两人身上具有猎人的素质跟未来信 所以才决定培养他们 即便小杰第一次体会到死亡的光景 但依旧压抑不住 他那不断有限的好奇心 两人成功到达终点后本人考试结束 这一关中有220名的考试被淘汰 仅剩148名考生继续参加下一门 料龄少女从悬崖音乐而下 获取世界上最珍贵的食材 传说只要吃下一枚梦幻蛋 就能青春幻发回到18岁 而为了防御天敌保护子孙 葡萄猪将它们产在悬崖上 想要获取就必须接受掉落悬崖的风险 而成为猎人必须拥有 挑战未知事物的勇气 只要能获取葡萄猪的蛋 就能顺利通过第二关考课 就在刚刚 小杰三人成功在终点会合 而生前的比斯坦森林 便是第二次考试的会场 作为本次考核的考官 文奇和博哈茨宣布 考核题目为料理制作 用森林里的猪制作厨 让他们满意的料理 就能直接通过这次考核 至于为什么要制作料理 因为两人都是美食猎 随着博哈茨拍响肚皮 猎人考核正式开始 当众人全部离开否 文奇夸赞博哈茨真是够阴险 比斯坦森林里的猪只有一种 名叫豪比狂猪 是世界上最狂暴的猪猪 很快小杰四人就遭遇到 对方不仅体型巨大 而且还是肉食动物 四人被发现后掉头就跑 果然猎人考核没有一项是轻松的 其余考生面对他们的袭击 直接被顶上天 一时间伤亡惨重 托多与伴藏扔出石头和飞镖攻击 却全被对方轻松挡下 小杰享用鱼杆反抗 但同样没有任何效果 只能利用身法躲避 这时一头野猪躲闪不及 直接撞在了树上 小杰见他晕头转向的模样 直接飞升而起 一杆狠狠敲中野猪的额头 成功将野猪敲晕过去 奇亚二人也反应过来 原来额头便是野猪的弱点 众人抓住机会一轰而上 成功挽回败局 随后扛着野猪返回 但接下来的制作同样重要 不管是烤黑掉还是烤干了 都会被直接淘汰出局 库拉皮卡发现问题的关键 这场考核虽然是料理制作 但审查的重点 依旧是独创性跟观察力 之后三人献上各自的作品 遗憾的是并未得到门奇认可 他们全部遭到淘汰 第二场考核下来没有一人通过 见此情景 萨特兹立刻联系会长 而得知没有一人通过后 考生们当即大怒提出抗议 托多甚至还直接动手 却被布哈茨一拳轰飞 门奇也站出来发话 连挑战未知事物的气概都没有 根本没资格成为猎人 就在这时天空中传来会长的声音 猎人协会的飞船出现在众人上空 随后尼特罗会长直接从天而降 出现在众人眼前 他询问门奇发火的原因 是不是认为他们的态度有问题 门奇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是他们轻视了美食猎人 才导致自己有些动物 让审查标准变得困难 他也为此表示抱歉 尼特罗会长让门奇将功补过 在新的考验中继续担任考官 但必须带头参与做个表率 那样就不会再有意义了 毕竟没有艺人通过考核实在是太严苛了 随后一行人乘坐飞船来到壁虎山 这次他们的考核内容则是白煮蛋 悬崖下方有着葡萄珠的潮雪 而蜘蛛网下的蛋 就是他们本次考核的食材 门奇没有多言一跃而下 抓住蜘蛛网等待时机 随后放开双手取得食材 但他的身体也自由跌落至峡谷下方 就在众人以为他没命时 一股强烈气流将他吹了上来 原来蜘蛛在复旦时 早就考虑到了这点 等小蜘蛛破蛋而出 就可以乘坐气流跳出潮雪 而这正是面对未知事物的勇气 随后小杰四人带头冲了下去 众人也紧随其后 但有人太过单纯 误以为气流随时都有 拿到蛋后就跳了下去 结果摔得粉身碎骨 众人本想弄清楚后再行动 可由于悬挂的人数太多 蜘蛛网坚持不住缓缓脱落 害怕死亡的一些人直接跳了下去 就在蜘蛛四即将彻底断裂时 小杰通过敏锐的感知力 嗅到气流来了 让众人立刻跳下 所有人取得食材后 成功被气流吹上高空完成挑战 也享受到有梦幻之弹美称的食物 至于在悬崖上没有参与行动的人 自然被视为淘汰 但有时放弃也是一种勇气 门奇在这时说到 费尽千辛万苦得到的美食 不仅美味还能让人感到喜悦 他们美食猎人正式为此赌上性命 所以不应该受到轻视 托多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表示明年还会再来挑战 不管是赏金猎人还是美食猎人 都必须要有强大的觉悟才行 这也是考官想传达给考生的意志 奇亚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年仅12岁就已掌握秘书之取 能幻化出无数的残影迷惑对手 也让尼特罗会长对此产生兴趣 邀请他和小杰玩一场游戏 只要通过就可以成为猎人 就在刚当42名考生 顺利通过第二考核 搭上飞行船前往第三考核现场 也获得少有的休息机会 小杰和奇亚立马开始飞船探险 可库拉皮卡却放松不下 思考接下来会有几场考核 一旁的东巴提醒到 按网界的经验来说 猎人考核有五六场 而第三场考核 很有可能就在飞船上 所以最好时刻保持警惕 其实这正是东巴的阴谋 想把众人搞得身心疲惫 然而坐收渔翁之力 但心大的雷欧力却毫不在了 直接原地百量呼呼大顺 闻其三位考官闲聊时 觉得这次合格的考生 应该会有不少 不管是伴藏还是奇亚都不简单 但最让他们觉得可怕 还是全身散发杀气的西索 导致他们在考核时 都必须保持着警惕 萨特兹说道 西索应该和他们是同一类人 猎人一直在追求强大的对手 而猎人实验就是最好的较量场所 对方明显是这次的异常分子 与此同时奇亚与小杰也开始谈心 奇亚说出自己出生在杀手家族 是最被看好的那一个 但他却忍受不了家族的约束 划伤妈妈的脸和捅伤二哥的肚子 然后逃出来参加猎人考 想成为猎人后将家族一网打尽 毕竟他们每个人的奖金都很高 也就在这时尼特罗会长到来 他十分看好两人 便准备失贪一番 只要在接下来的游戏中赢过他 两人就可以直接获得猎人资格 而游戏规则是 在飞船到达下个目的地之前 两人能抢下他手上的球就算胜利 期间他不会主动攻击 两人也没有攻击限制 听此两人兴致高傲 奇亚率先出手 围着尼特罗开始闲停散步起来 下一秒他的身后就出现无数残疑 尼特罗会长见状有些震惊 这正是暗杀术中的知识 没想到奇亚如此宁静 就能运用的淋漓尽致 只见奇亚突然发动攻击 虽然速度极快 但都被躲过去 之后他用划铲袭击尼特罗的毒 结果却发现剪直和铁量影 疼得他直接叫了出来 之后小杰登场 虽然他的爆发力不错 但由于场地的限制 只能束手束脚 尼特罗会长见状 表示两人可以联手 听此小杰两人强迫夹击 可对方的反应实在太快了 他们连身体都碰不到 小杰意识到正面攻击肯定不行 于是便想到一个方法 只见他瞬间朝尼特罗冲过去 然后猛地抬脚 就在尼特罗快要躲过去时 他脱掉鞋子延长攻击距离 奇亚也抓住机会在背后偷袭 球终于脱离会长手中 可就在他们快要摸到时 尼特罗会长认真了 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瞬间超过两人先一步拿到球 奇亚健壮选择放弃 对方在这场游戏中 只用了一手一脚 就已经顽虐他们 根本没有再抵下去的意义 但小杰却没有放弃 表示就算抢不到球 也要让尼特罗会长用出右手 在后面的游戏中 小杰冲刺速度越来越快 投锤也顺利攻击到尼特罗的腹部 对方以为小杰吃痛负会停下攻击 可没想到小杰居然再次发动 这一次的头唇让尼特罗泛满 如果他腹部继续用力 小杰的头将会被动了 但如果他放弃痛的就是自己 心急之下 他右手往的拍击小杰背部成功躲过去 事后他才意识到 小杰是以此来逼迫他用出右手 见到小杰心满意足睡去的模样 尼特罗会长十分欣慰 主动让机长降低飞行速度 为小杰争取休息时间 而奇亚在出门后 郑愁找不到地方发泄 偏偏来了两个人找茬 只见通道那一道闪光过后 两人直接被他的利爪捅死 奇亚也在这时说出心中的话 如果再继续玩下去 他那怕杀了尼特罗 也会将球抢过去 搭载着42名考生的飞行船 逐渐接近下一场的考核地 这次他们又将迎来怎样的挑战呢 你见过这样可恶的男人吗 参加考试不是为了通 而是想要摧毁他人 来获取乐趣与成就感 不幸的小杰四人 在第三场考核中 与他分道一对 他们是否能顺利通关吗 经过一整夜的休息 猎人协会的飞艇 终于到达目的地 揭开第三场试验考核的序幕 只要能活着从塔顶去到地面 就视作合格 规定时间为72小时 塔顶到地面足足有数千米 如果跳下去 必定粉身碎骨 这是一个攀岩高手率先出发 朝着地面攀爬而下 但危险也随之而来 只见四只天空兽突然出现 一口就将他吞入腹中 也证明这场比赛 将是三场中最艰难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 塔顶的人数逐渐减少 库拉皮卡猜测 塔顶有着通往下面的暗门 就在这时小杰找到暗门 但他们并没有冒险行动 因为暗门到处都是 而且只能使用一次 奇亚解释道 暗门的大小只能容纳一员通 他们四人必须在此分道扬镳 至于谁会踩中陷阱 就交给天鹰 随后四人全部掉落下去 结果却进入同一间密室 这时墙上出现提示板 让几人在接下来的行程中 都必须少数服从多数 当他们带上选择器后 房间中响起考官的声音 对方表示塔中有多条通往下面的路 但必须按少数服从多数来选择行程 他们之间必须要互相帮助才能通关 只要凑够五人就能行动 现在他们只能原地等待 不久后第五位选手来了 正是之前的东巴先生 而墙上也出现了第一道题 面对这道门是开还是不开 本以为是一致通过的题 结果东巴却故意按错 明显是来搞破坏的 但奇亚却表示 只要他们四人齐心协力 那就一定能通过这关 然而在下一道题时 几人就出现了分歧 有三人选择了网用 因为人在迷茫时会下意识选组 所以他们选择反其道而行之 随后五人遭到五名囚犯的拦截 只有战胜他们才能继续往前 战斗采取EV1模式 攻击方式不限 而囚犯每拦住考生一个小时 就能减少一年的刑期 所以他们必定会全力拖延时间 但小杰等人只有72小时 一旦超时未到终点将被直接淘汰 东巴为了挽回自身形象 选择率先出战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提出来的居然是死战 即便如此他还是战胜了一台 就在对方拳头快要打中他时 东巴瞬间选择了跪地求饶 面对这种垃圾 雷欧丽再也忍不住 抓起他的脖子就准备动手 可东巴却大大方方地承认 他就是故意这样做的 摧毁所有天才的梦想 是他毕生的追求与最大的乐趣 这也是他参与35次考核的原因 但奇亚对此并不生气 解释对方曾是雇佣兵 能够瞬间击溃东巴的喉咙 如果东巴没有立刻投降 那他们的时间就会被白白浪费 之后第二场比赛开始 囚犯方派出炸弹狂魔色炸 小杰则主动提出迎战 想要为队伍夺回一份 不话说龙有逆灵处者必亡 永远不要再做死的边缘疯狂试探 眼前这个杀人如麻的囚犯 就因露出身上的蜘蛛刺青 而被14岁少年按在地上狠狠摩擦 由于东巴的软弱不堪 导致小杰等人身处险境 面对拥有炸弹狂魔称号的球犯 小杰选择主动迎战 只见赛炸拿出长短不一的蜡 由小杰选择一根 两人同时点燃 谁先熄灭谁就输掉 暗场里来说大家都会选择长短 也导致对方极有可能动手脚 但短的那根他们同样摸绑 库拉皮卡明白 面对条件上有明显差距的选择是 人们心中会产生警惕 而且一旦选错 对精神上的打击同样不小 这就是典型的受限二选人 经过讨论后 大家将选择权交给小杰 而小杰也没有丝毫有用 直接选择了长短 毕竟蜡烛越长燃烧的时间就越长 之后两人将蜡烛同时点 可这时擂台下方 突然窜出一捕气流 小杰赶紧用手护住才躲过一截 可下一秒蜡烛就开始快速燃烧 果然对方在蜡烛上动了手脚 这样下去很快小杰就会输的 赛紧也在这时承认 自己确实出了老千 他提前准备好四根蜡烛 无论小杰如何选择 最后拿到手 都是动过手脚的那个 听词小杰却笑了起来 如今他的蜡烛火势很大 不会轻易被气流吹灭 只见他将蜡烛放在地上 瞬间冲到了赛紧面前 将对方的蜡烛给吹灭 这一操作不仅震惊在场之人 也得到监狱长考官的夸赞 接下来登场的则是库拉皮卡 他的对手是一能气炸版 对方一上来便提出死战 还不断放出狠话 底涂吓倒库拉皮卡 然而库拉皮卡却丝毫不决 让他能动手就别逼逼 犯人见这招不奏效 又使出两个杀手锏 只见他冲天而起 利用手臂内的钢铁 猛地将地板砸碎 虽然招是很吓唬人 但库拉皮卡依旧不怕 还把好姿态准备迎战 犯人见状只好用出第二招 只见他默默转身 露出背后的蜘蛛纹身 正是世界上恶名昭著的 盗贼集团 幻影旅团的标志 一般人见到 都会被吓得屁股尿里 犯人也正式抱着这个打算 让对方害怕然后认输 但这次他选错了对象 只见下一秒 库拉皮卡的火红眼发动 直接掐住对方的头 将其高高举起 犯人连忙求饶想要认输 可库拉皮卡根本不给机会 猛地一拳下去 直接将对方轰晕在地 库拉皮卡在第一时间 就知道对方是假冒的 因为幻影旅团的蜘蛛刺青中 会有每位成员的编号 他无法忘记幻影旅团的仇恨 即便是假冒之人 他也同样不会放过 众人被库拉皮卡的实力给震惊 甚至都忘记了胜利的喜悦 小杰等人前去关心他 但库拉皮卡表示自己并没有事 只是对幻影旅团的仇恨太强 才会导致情绪失控 不过平时他看到蜘蛛时 也多多少少都会不舒服 听此小杰等人发誓 一定不能让这家伙再看到蜘蛛 不然就太可怕了 库拉皮卡打败囚犯后 比分来到2比1 接下来上场的雷欧利 能否直接终结 要问猎人中人气最高的角色是谁 那毫无疑问就是花样美男子西索 具有变化信念能力的他 性格反复无常令人捉摸不透 其强大的战斗能力 更是将猎人试验的考官瞬间秒杀 自从西索进入陷阱卡后 就被上界打伤的考官找到 对方是专门来找他复仇的 考官没有多言用出四刀流绝技 只见四把飞刀同时飞向西索 与考官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 西索只好单手撑地不断闪躲 考官抓住机会冲上前去 却被西索一把将飞刀给抓住 西索表示躲避的确很难 但要接住可就简单多了 见此考官被吓得冷汗之流 他光练习接刀就花费半年 可对方却如此轻松就接下 西索没有拖延时间 提着双刀逼了过去 骑刀法比考官还要熟练 随着蜡烛熄灭 对方直接人头落地 而他也成为第一个合格的考生 与此同时小杰这边 在库拉皮卡的战斗结束后 只要雷欧丽能赢下这场对局 他们的比试就到此结束 为了早点通过关卡 雷欧丽迫不及待上场 让对方赶快迎战 可犯人确数 上一场的战斗并未结束 因为他们之间乃是死战 现在渣胡只是昏迷而已 听此雷欧丽十分郁闷 让库拉皮卡赶快杀掉队友 可他没有杀过人 也不想趁人之威 所以不愿意动手 至于结果如何 只能等渣胡起来再说 虽然奇亚可以代劳杀人 但这是一立一的决斗 他也不能贸然出手 即便库拉皮卡有些自私 但这毕竟是团队任务 最后没有办法 只能通过投票 来少数俗从多数 然而结果只有雷欧丽一人 要求进行最后预计 他们觉得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团队性命 应该尊重别人的选择 雷欧丽对此十分不熟 一个人蹲在角落生起闷起 东巴见到这一幕露出尖笑 他明白这正是 少数不从多数的陷阱 因为只要在团队中 一个人的决定总是被封闭 他就会对团队产生分离感 渐渐地就会处于大家的对立命 而团队也会逐渐瓦解 几个小时后 小杰与奇亚发现了问题 然而对方却表示 渣虎只是昏迷过去 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阻堵他 用50小时时间作为赌注 以此来分出两人的胜负 每次下注以10小时为单位 他们转一小时行期就减少一年 小杰他们失去一小时 出塔的时间就减少一小时 而第一次就堵渣虎是死受 雷欧丽果断下注10小时 堵对方还活着 随后他走上前去检查 通过脉搏于眼球 成功判断出对方还活着 他们的堵子也来到了60 但奇亚却认为情况不容乐观 如果对方一直装晕的话 同样能拖延他们的时间 雷欧丽早就想到了这点 轮到他出题时 直接堵渣虎是否真的昏迷 渣虎听到这话瞬间慌了 因为队友在接触他时 给的纸条上只写着继续装晕 并把纸条放在肥义 所以他才一直装晕到现在 可接下来的赌注比赛 他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囚犯加大赌资 用20小时堵渣虎是真的昏迷 雷欧丽表示没有问题 随后把渣虎带到擂台边上 因为上一轮的比赛还没有结束 雷欧丽表示无所谓 如果渣虎真的摔死 就是他们违反规则输掉 囚犯方获得两场胜利 听到这话渣虎满头大汗 开始担忧起自己的小命 可就在这时囚犯再次加准 直接将剩余的40小时做哈 改赌渣虎是假装昏倒 这句话成功暴露对方的目的 只见雷欧丽松开手 吓得渣虎瞬间清醒不再装晕 这场比试他们虽然输了40小时 但比分却来到2比1 只差一胜就能通关 然而以时间作为筹码的赌局 却有着大比分的悬殊差距 这是雷欧丽最幸福的时刻 站在他面前的美女囚犯 竟然提出赌自己是男是女 还能让雷欧丽彻头彻尾检查 直到心满意足为止 对此轻弱只想说 放开那个女孩让我来 面对囚犯提出的条件 猥琐的雷欧丽自然不会错过 用10小时下注赌对方是男的 这样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检查 虽然对方明显是女的 但雷欧丽表示这波不亏 见此奇亚与库拉皮卡十分无语 果然男人都是好色的家伙 很快美妙地检查时刻过去 下场对赌即将开始 可东巴却表示雷欧丽输定了 对方早就摸清雷欧丽的套路 他在选择时会选择就算输了 也不会有太大损失的选项 总是在思考输的人 是不可能会有赢的一天 现在的比分来到90比10 雷欧丽已经没有后路了 一旦输掉 比分将来到两胜两败 加上输掉的50小时 他们的第三次考核 将变得十分严峻 雷欧丽开始紧张起来 不知该出什么题目为好 就在这时小杰提议 之后雷欧丽想到 用猜拳来决定胜负 本来他还挺有自信的 可对方却直接拿出80小时 来作为赌 雷欧丽瞬间慌了 对方明明出10小时就好 现在却赌这么多 绝对是对自己很有信心 然而这其实是少女的心理战术 就是让对方出现慌乱 借机摸清她的出拳套路 少女告知雷欧丽 自己还会读新术 对她的出拳了如指掌 听此雷欧丽更加慌乱 眼见目的达成 少女开始比赛 结果两人都出了石头 而库拉皮卡早就猜到这一节目 因为人在紧张时 会下意识避开 做出张开这种动作的倾向 所以对方才用出读新术的借口 让雷欧丽只能出石头 但雷欧丽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她觉得两人都出的石头是平局 所以对方的读新术明显是假的 但少女却表示自己是故意的 因为平局她们能将时间拖得更久 但她不是无趣的人 下次猜拳她将直接终结掉子弹 雷欧丽瞬间迷茫起来 不知道该出什么为好 库拉皮卡分析出此时的雷欧丽 会在精神上追求安定 大概率出跟上局一样的事 要不然就会追求胜利 初步来找回自信 一旦如此少女只要出 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单纯的小杰连忙提醒 只要出剪刀就能赢了 但无论怎样对方 都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 这让雷欧丽十分崩溃 可少女却在这时开始比赛 下一秒雷欧丽果然出石头 而对方直接初步成功赢下比赛 比分也来到2比2 如今他们剩余的时间不到10小时 只要囚犯再拖10小时 不管对决的胜负 他们都将转翻了 可就在这时最后一名囚犯发华 时间多少无所谓 因为任何人面对他 都只有死路一条 只见他缓缓起身 将几名囚犯全部下退 挑衅的渣虎更是被按进墙中 囚犯脱掉身上的披风 也让雷欧丽认出了他的身份 正是臭名昭著的分尸专家乔妮 被誉为历史上最凶恶的杀人犯 其手指的握力相当可怕 死在他手中的人已经高达146名 乔妮让奇亚赶紧认输 不要断送了自己小命 然而奇亚根本不怕直接走上类子 并询问对方打算如何战斗 乔妮表示都无所谓 因为接下来只会是他的单方面掠杀 听此奇亚宣布死掉的一方就算输掉 随后瞬间出手 不等乔妮反应过来 就已摘掉他的心脏 失去心脏的乔妮 缓缓地倒在地上 预示着奇亚获得胜利 在场所有人都被这一幕给震惊 就连雷欧丽说话时的语气 也温柔了许多 杀手家族的天才 果然名不续传 之后福桥出现 监狱长提醒他们 只需在前面的房间中 待够输掉的50小时就可以 来到房间后 库拉皮卡好奇地询问 刚刚那招是什么原因 奇亚说出他只是将手掌变得锋利 然后快速摘掉对方心脏 他的父亲更是能在摘下心脏时 不会流出半滴血液 众人感叹幸亏这家伙是对你 不然根本招有不及 与此同时 完成考核的人数持续增加 但小杰伍员却只能慢慢等待时间了 在第三次猎人考核中 只有72小时完成挑战 才能参加下一场实验 然而小杰等人却被迫 原地停留50小时才能前进 被困房间的东巴 开始抱怨雷欧丽 都是因为他的好色 才导致这个局面 自己虽然跪地认输 但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所以雷欧丽该负全责 被激怒的雷欧丽当即和他对骂起来 而东巴再次露出阴险的笑容 他就是要让雷欧丽时刻处在自责中 这样后面的挑战会更加困难 这是一个滑板突然飞来 直接打断了他们 但东巴的奸计还是得逞了 雷欧丽因为自责导致夜不能寐 但小杰和奇亚却精神焕发 足足完了两天晚上的枕头 现在时间还剩下17个小时 众人把能做的是全部做的 健身吃饭看书玩游戏 好在总算把时间熬完了 小杰一马当先冲了出去 可他们跑了30分钟 结果却又回到刚刚的擂台 他们只好重新规划线路 但又遭遇断桥和滚石 好在每次都能扶口拖鞋 最后他们被一道铁门给拦住 只好再次投票开还是不开 结果票数出现了4比1 雷欧丽以为又是东巴在挑事 一把抓住对方准备出手教训 可小杰却说是自己不小心按错 场面瞬间尴尬 雷欧丽本想就此作罢 可东巴却揪着不放让他必须道歉 但雷欧丽表示 这是他就由自取的结果 如果他开局老实点 就没人会怀疑了 东巴却回怼道 虽然开局是自己在捣乱 但他才是真正拖后腿 而且原地停留50个小时的惩罚 也是他一手造成的 雷欧丽无法忍受 摆好架势准备战斗 齐亚难得管他们 直接将铁门推开 结果发现这里离终点已经不远了 众人立马被吸引过去 雷欧丽二人的纷争也因此停下 墙上的指示牌写着 这里就是表决的最终分歧点 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随后他们开始选择 结果投票比分还是4比1 不用想都是东巴 这时监狱长的提示传来 现在他们有两个选择 要么五个人走很远的道路 或者三个人走减短的道路 而远的那条路全部攻略 需要40小时 他们根本来不及 一旦选择减短的道路 剩下的两人将会被绑在这里 直到时间结束 库拉皮卡看着满屋的武器 推测出考官是想让他们 通过决斗来选出三人 雷欧丽表示自己一定会选简单的 他会用尽手段成为三人之一 东巴却认为他是最应该留下来的 毕竟造成现在的局面 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在这时小杰打断了大家的争论 他表示自己会主动选择困难的 希望大家也是如此 毕竟好不容易走到这里 就算成功的几率渺茫 他也希望一同面对 而齐亚表示不管怎么选 他都希望能和小杰一起通过 就在这时东巴发起偷袭 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对雷欧丽发动攻击 两人提起斧头和剑戟开始战斗 小杰等人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与此同时已经完成挑战的西索等人 正在一边享用美食一边等待他人 不久后铁门开了 里面出来一个全身是伤的男人 虽然他完成挑战 但最后还是疲劳过度去世 场中只有19人过关 而剩余的时间也只剩下一分钟 就在这时一道铁门打开 出来的正是小杰五人 他们成功完成了挑战 原来在战斗过程中 小杰发现武器能破坏墙壁 所以想到大家一起选择远的道路 然后用武器凿穿旁边的墙壁 直接去到简单又好走的那边 事后众人向小杰表达了感谢 正是因为有他的陪伴 才让大家成功走到这里 现在第三班的考核正式结束 通过的人数为25名 历经千辛万苦后的小杰 成功挺过了第三次考核 但今日只有哪名日之敌 在接下来的实验中 他们将要面临严苛的狩猎对决 稍有不慎猎人与猎物的身份就将转换 而小杰这次的猎物正是强大无比的吸索 对方是第三次考验中的第一名 可以先行抽取卡片 来决定猎物是谁 而每张卡牌上的数字 对应的就是猎物身上的号码牌 只要将其抢到手就可以获得三分 抢夺其他人的号牌也能获得一分 期间抢夺方式不限 哪怕杀掉对方都可以 但想要通过本门考核 必须要凑够六分才行 为了预防被敌人发现 所有人都将身份牌藏了起来 导致考核难度升级 因为所有人都可能是敌人 但小杰几人除外 他们四人一路走来 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勇意 于是选择相互亮出卡牌 但奇亚却被小杰给吓到 因为他的猎物乃是实力强大的吸索 奇亚让他注意安全一定要活下来 然而小杰并没有气馁 如果只是单纯的战斗 他确实毫无胜算 但只是抢号码牌的话 他还是有机会的 不久后众人到达塞比乌岛 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一个星期的比赛 但只要集齐六分 就可以回到岸边提前结束比赛 小杰在树上不断思考着 如何拿下吸索的号码牌 这时他撞见了狩猎场景的一幕 只见暴空而对着目标射出弓箭 但对方却提前察觉到危机 并扭转身形躲开了要害 可惜手臂还是被弓箭划伤 下一秒这名考生还来不及庆幸 就直接倒在了地上 原来弓箭上早就涂满了麻醉药 此刻的他已成为待宰的羔羊 而号码牌也落到暴空而手中 经此仪式小杰明白过来 这才是真正的狩猎 而他要想抢到吸索的号码牌 也只有靠偷袭了 他开始用鱼竿不断练习隔空取物 但想要成功必须还得提前预判才行 就是偷袭的最好时刻 于是后面他通过不断的推敲 终于想到了狩猎吸索的技巧 但此刻的他却没有意识到 自己早已经被人盯上了 你绝对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丑男 竟然是爵士帅都伪装而成 他随手弹出的针头比子弹还快 轻松就能将暗处的敌人秒杀掉 男人名叫吉他拉 和吸索都是谜一样的存在 在前几场考核中名列前茅 任何对上他的人 只有死亡一个结局 获得六分的吉他拉 通过对讲机确定吸索的位置 决定前去与他会合 然而此刻的吸索 正被小杰暗中盯着 深知吸索的实力强大 小杰并没有贸然行动 而是躲在草中调整 呼吸等待机会 一直等到棒了 机会终于来了 一鸣提着长枪的男人 不知死活找上了吸索 战斗一触即发 男人利用长枪不断攻击 但都被吸索轻松躲过 一旁的小杰十分疑惑 吸索为什么不还手 不久后男人失去力气 请求吸索正面一战 但吸索却说 自己对死人没有兴趣 原来男人早就受伤了 不管他出不出手都会死 男人感受到侮辱 在最后关头拼尽全力 朝吸索冲了过去 可就在这时 十几枚飞针突然起来 将男人直接秒杀 而出手的正是吉他拉 倒在地上的男人 是他本轮的猎物 吸索调侃他 总是爱做一些无聊的事 为何要留着这种垃圾 吉他拉表示吸索同样如此 他之前也放过了小杰两人 吸索说出他的理由 小杰两人有发展的潜力 如果现在杀掉太可惜了 草丛里的小杰听到这话 明白若不是吸索留守 他们早就没命了 吉他拉不再和吸索争执 将多余的号码排扔给他 便取下针头恢复原状 随后挖的坑将自己埋起来睡觉 如今的吸索还差两分 他的狩猎计划也将正式开始 见此小杰紧随其后 可倒霉的是他第一时间发现的人 居然是雷欧利和库拉皮卡 原来几个小时前 雷欧利遇到了东巴 对方拿出手牌证语 狩猎对象不是他后 便开始向他求助 东巴声称自己拉肚子 想用彭斯的身份信息 来换取药物 这人是雷欧利的猎物 也让他瞬间心动 可当他打开包包的瞬间 一名考生突然偷袭 包里的药物与身份牌 被直接打飞 考生的猴子抓住机会 一把抢了过去 原来一切都是东巴的阴谋 而雷欧利正是他的猎物 他与此人交换了身份牌 并联合起来成功骗布雷欧利 气愤的雷欧利立马追了上去 就在这时库拉皮卡出现 在他的帮助下 雷欧利不仅抢回号码牌 还成功找回厂子 将东巴与那名考生胖揍一顿 事后雷欧利向库拉皮卡表示感谢 而库拉皮卡的猎物就是东巴 他早就做好准备 为了成功才将雷欧利当作诱饵 听此雷欧利瞬间无语 搞了半天小丑竟是我自己 之后两人决定联手一同寻找猎物 这才有了被西索盯上的名字 跟在身后的小节 发现西索的目的后 下定决心如果战斗起来 就改变螳螂补偿黄雀在后的阶段 帮助雷欧利二人 毕竟与西索的实力 很有可能将两人秒杀 之后西索向雷欧利两人索要身份牌 库拉皮卡表示 可以将他们得到的多余那张给他 但如果想要自己和雷欧利的好牌 那他们就只能战斗 西索同意两人的提议 不是他惧怕与之交手 而是觉得青涩的果实 还不到采摘的时刻 一旁的小节见到这一幕 意识到大势不妙 如果西索的猎物也像雷欧利那 乖乖奉上身份牌的话 那他根本就没有机会抢 彻底非话的西索究竟有多可怕 只见冲天而起的杀气 瞬间将整个天空渲染成了黑色 鸟兽们全部四散而逃 就连躲在远处的小节 都被他吓得瑟瑟发抖 之后所有的杀气被押住 但西索勾楼的状态 明显让人察觉到 他想要杀人的决心 如今只要谁遇到就只能自认到 小节立马跟上寻找猎物的西索 他知道机会将要到来 还特地跑去前方 寻找抢夺号牌的最佳弟弟 不久后一名考生出现在两人的视线 此刻的小节完全屏蔽自身气息 调整状态准备一举拿下 西索与对方碰面后 直接拿出卡牌动手 而男人也拿出刀迎战 就在二人即将接触时 小节从草丛中钻出来 瞬间扔出鱼钩 精准勾中西索的号码牌 而那个倒霉的男人 也在此刻被西索结束掉生命 小节的进步也让西索大为震惊 果然是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小节的守候转身就跑 可没跑多远身体就不对劲 然后瘫倒在了地上 这时一直在背后盯上他的考生现身 他用麻醉针偷袭小节 并拿走西索和小节的号码牌 考生告诉小节他在练习鱼竿时 自己曾有七千多次机会解决他 虽然他的专注力是他的优点 但同样也是致命的缺点 谁知考生还来不及高兴 就被赶来的西索一招秒杀 西索询问地上的小节 消除气息的方法是跟谁学的 竟然连他都没有提前查随道 就连时机也挑选得相当完美 说完他就将自己的号码牌扔下转身离开 小节十分疑惑对方的用意 原来考生的号牌正是西索的猎语 如今他的分数已凑够六分 也就不需要自己的号牌 就当是人情送给小节了 听此小节感受到侮辱 拼尽全力站了起来 这样的人情他不要 只见西索一拳轰了过去 让小节认清现实 什么时候有了相同的实力 再来还人情也不迟 被西索一拳击倒的小节 面对西索压倒性的实力 显得格外无力 独自在黑暗中 思考起了人生 奇亚的压迫感究竟有多强 居然能让敌人跟随72小时 而不敢出手对他发动攻击 得知这一消息的兄弟 按着愚蠢弟弟一顿暴走 在他们看来奇亚这种小学生 不是轻松就能将其拿捏吗 由于受到两个哥哥的压迫 乌茉莉克服内心的恐惧 直接上前对奇亚一个侧船 将其踢飞数十米 谁知下一秒奇亚就毫发无伤地站立 还顺带夺走了对方的号码牌 上面的数字是198号 奇亚的猎物是199号 这也证明三兄弟中 肯定有一人是他的猎物 奇亚不再由于立马动手 茉莉三兄弟摆开队形准备迎战 然而下一秒 奇亚却在他们的包围圈中消失 等再次出现时 他已经来到依莫莉的身后 奇亚亮出锋利的指甲 让其余两人不要动 不然就会瞬间将其击杀 见此大哥只好主动交出号码牌 来换取弟弟的性命 奇亚对多余的号码牌并没有兴趣 直接将其扔向前后的两片天空 让他们自己前去寻找 但结局如何就只能听天由命 随后他便再次消失 而一直埋伏在旁的绊子 见到这一幕直接冲去抢博号牌 因为他的猎物 正是奇亚扔出去的197号 但拿到首货他才发现 自己竟然被奇亚耍了 对方在扔牌室偷梁换主 成功混淆了他的视听 导致追错了号牌方向 此刻的伴藏也明白过来 原来奇亚早就发现了他 故意用此计谋戏耍他 杀手家族的天才果然不简单 这是我见过最牛逼的男孩 为了拯救生命垂危的同伴 不惜被数万毒蛇撕咬 也要获得解毒的血清 就在刚刚 小杰与雷欧丽两人会合 通过敏锐的嗅觉找到彭斯 可对方藏进了山洞之中 为了防止有陷阱 雷欧丽先行探查 他将木棍扔进后 并未发现任何陷阱 便告诉小杰二人 准备深入里面查看 他们两人不用跟来 毕竟这是他自己的事 可库拉皮卡却表示 如果雷欧丽三十分钟没出来 他等小杰就会毫不犹豫进入其中 雷欧丽心中大为感动 鼓起勇气朝洞中走去 之后他在里面见到彭斯 还有一动不动的八棚 雷欧丽见状准备动手 可彭斯却告诉他 现在两人在这里战斗 根本没有意义 因为这个动静来容易 想出去却不可能啊 不宜会煽动 传来雷欧丽的提示 让小杰他们千万别进山洞 可两人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妙 没有丝毫犹豫就冲了进去 洞中雷欧丽满身是伤 地上还有一堆蛇的尸体 很明显是遭到蛇的攻击 小杰通过伤口分析出 这是龟壳发蛇的一种 虽然单条毒性不大 但雷欧丽全身都是 现在必须进行治疗 他们身上没有血清 小杰只好用嘴给他吸毒 库拉皮卡则进行了包扎 完成好一切后 两人准备带他出去 可彭斯却拦住他们 因为洞口被耍蛇人 八棚布置了陷阱 近来容易可一旦想出去 就会被成千上万的蛇攻击 一旦被咬伤将会失去知觉 最后只能默默地等待死亡 库拉皮卡告诉八棚 自己可以把号码牌都给他 只要放他们出去就行 但彭斯却警示到 八棚早就被他给杀了 当时他在发现对方后 立马用催眠瓦斯堵住洞口 而他为了拿取号码牌 掉入了这个蛇洞陷阱 幸亏有头中的蜜蜂在 让他逃过一几 而八棚也死在蜜蜂的攻击下 听此库拉皮卡被吓了一条 不知该如何是好 彭斯告诉他们 号码牌中装有发信器 审查会能随时确定考生的位置 现在的他们只能等待考课结束 由协会的人来救助他们 但考课时间还有一天才结束 眼下雷欧利的身体状况 已经坚持不了这么久 库拉皮卡猜测 八棚身上一定有着解毒剂 可一旦接触对方的身体 就会被数千条毒蛇攻击 如果对方身上没有解毒剂 他们又会出现一个牺牲者 谁知小杰却坚定地表示 八棚的身上一定有解毒 随后来到八棚身边摸索 不不数千毒蛇的撕咬 成功找到解毒剂 将其扔给库拉皮卡 但自己却晕了过去 随后库拉皮卡为两人注射解毒剂 小杰过人的胆识得到彭斯的戴上 友情是真的伟大 之后小杰凭借超强的体质型 他用八棚的号码牌 与彭斯交换催眠瓦斯 准备用他将洞中的蛇全部催你 跑趁机逃离山洞 可彭斯却告诉他 想要瓦斯起作用 至少需要五分钟 到时候他们同样会疯过去 小杰表示他能憋气十分钟 会利用多余的时间将大家救出去 随着瓦斯的喷发 彭斯几人陷入昏迷 而小杰也抓住机会 一把扛起三人 成功逃脱山洞 聪明的他还拿走彭斯的号码 这下来欧利也能顺利进行 不久后考核结束 包括小杰四人在内 一共有九人通过 这让会长感到十分心闻 于是准备在最终考核时 给他们安排特别的决动 不过在这之前 得与他们当面谈谈 第一位便是西索 会长直接提问 为什么要当猎人 西索表示有了猎人执照后 很多事会变得方便许多 比如就算杀了人 大部分情况都能被免责 会长并没有感到意外 询问西索两个问题 对其余八人谁最在意 最不想和谁交手 西索果断说出最在意齐亚 而不想和小杰交手 最想战斗的对象则是会长 可对方听到这话后 表情却没有丝毫变化 也让西索意识到会长的强大 之后是鲍库尔 他在意的是库拉皮卡 因为他觉得实力相同 最不想交手的是西索 毕竟完全打不过 而齐亚在乎的是小杰 最不想交手的是鲍库尔 因为对方太垃圾毫无兴趣 武术家鲍德罗也怕西索 最不想交手的是小杰和齐亚 而理由竟是不想欺负小孩 吉塔拉最在意的也是齐亚 对西索他同样有些忌惮 而小杰也讨厌西索 在乎的人自然是齐亚他们 得到这些信息后 会长成功安排出了作战表 只要他们能在比赛中胜出 就能够成为猎人 傍晚时 库拉皮卡察觉到小杰有些不对劲 便询问他在之前发生了什么 小杰将被西索暴虐的事告诉他们 他痛恨那个无法还手的自己 库拉皮卡安慰道 自己和雷欧丽如果不是有他帮助 根本走不到这里 他根本不需要气面 大家会永远陪着他 这是小杰最惨的时刻 面对强大的忍者半仗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被打的全身是血 就连手臂也被对方胡活掰断 最终只能躺在地上不断哀嚎 不久前会长宣布最终考试的规则 采取1v1淘汰赛 所有人只要赢一场就算合格 相反全副的人将会被淘汰 而小杰首轮的对手就是半仗 可这时有人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最先交手的几人 有5次失败的机会很不公平 但会长表示 这是根据前几场考核表现决定的 齐亚对此表示不服 因为他只有两次机会 于是让会长说出评分方式 结果下一秒他就被骂了 不过为了安抚明星 会长还是说出评分内容 主要根据身体能力值 精神能量值以及印象值所构成 这也就是所谓的猎人资质评价 齐亚觉得从实验结果来看 自己比较优秀 但就资质而言 却连小杰也赶不上 随后会长又提醒他们 本场比赛没有武器与时间限制 只有一方认输比赛才会结束 但不可以造成死亡 否则将会丧失资格 随后小杰与半仗的比赛开始 小杰以速度扰乱对方截奉 但下一秒就被半仗追上 只见半仗一个手刀 将小杰砍倒在地 随后使用吸地 让小杰感受痛快 逼迫他喊出认输 然而小杰却咬牙坚持 哪怕每站起来一次 都会被半仗打倒 也依旧没有认输 不知过去多久 看着浑身是血的小杰 雷欧丽无法忍受 想要代替小杰出战 但遭到审查会的阻拦 这时小杰再次站了起来 半仗见状直接将小杰的手臂折断 剧烈的疼痛感 让他在地上不断哀嚎 这一幕也让雷欧丽和库拉皮卡 拼令忍受着内心愤怒 如果不是比赛 他们会直接冲上去扮掉半仗 看到小杰还不肯放弃 半仗讲述起自己的人生 他是忍者秘密组织的后领 为了学会特殊忍受 从出生开始就被加注各种年科训练 在小杰这个年纪就杀过人吧 所以小杰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然而帅不过三面 在他装逼的时刻 小杰直接偷袭将他踹倒在地 愤怒的半仗直接掏出手刀 准备砍断小杰的土 然而小杰却说道 如果他流血不多死去 倒是半仗同样会被淘汰 但他也不想认识 所以提议换种比赛方式 半仗一顿无语 这家伙完全没有搞清楚状况 就连在场的所有人 都被小杰的话给逗笑 奇亚发现原本充满杀气的考场 却在这一瞬间变得其乐融融 或许这就是小杰的特殊本领 但只要对方不在乎这次考核 那小杰的招数就没用 毕竟实力的差距是无法明 失去耐心的半仗直接怒谱 为了不认输就要死在这 真的值得吗 小杰用坚韧的眼神望着他 并说到自己要去见王八 并且和他一样成为猎人 所以是不会在这个地方放弃 不然一辈子可能都见不到 听到这话半仗心软了 收回手刀主动认输 但小杰却得了便宜还卖乖 认为应该两个人商量一下 被逼疯的半仗忍如可以 直接将小杰击晕让他毙 而这场比赛也正式结束 这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执照 只要拥有他 不仅能获得无数财宝美女 就连杀了人也能获得免责 小杰克服一切生死危机后 终于获得了猎人资格 可当执照摆在面前时 他却拒绝接受 认为自己与伴藏的比赛胜之不 但萨特兹却告诉他 如果真的不想接受 可以将执照处理掉 但今后再也无法参加猎人考核了 基于前人所创下的丰崩伟业 猎人在社会上的待遇十分优渥 所以对于大部分猎人来说 执照是比自己性命还要重要的东西 但也有可能会变成垃圾 最重要的是持有者如何运用他 小杰被成功说服收下执照 但他会把欠下的人请 全部还完后再使用他 之后小杰提议去看比赛 但萨特兹却说出比赛已经结束 只有奇亚一人被淘汰 原来就在小杰昏迷后 奇亚对半葬提出质问 为什么要主动认输放过小杰 半葬回答他曾猎杀过很多人 但他们眼中都充满对自己的怨恨 可小杰哪怕被自己折断双手 眼中依旧没有憎恨 所以他很看好对方 之后第二场比赛 库拉皮卡对战西索 本以为会是西索的碾压局 但他却在库拉皮卡耳边说了什么 然后主动认输 之后半葬暴揍暴库尔也成功竞技 西索对战暴德罗时 对方虽然是武术专家 可依旧遭到实力碾压 被西索一拳打倒在地 只见西索低声说了几句 暴德罗就直接认输 当奇亚对战暴库尔时 竟主动选择了认输 毕竟他不想和垃圾交手 奇亚本以为下一场能轻松获胜 结果却失散了 他的对手吉他了 直接取下头上的针头 恢复原本的模样 也让奇亚大吃一惊 对方正是他的大哥伊尔弥 伊尔弥告知奇亚 母亲被他捅了一刀后十分欣慰 很高兴儿子能有如此成绩 自己也并不是来为母亲报仇的 只是想让他不要成为猎人 毕竟他是天生的杀手 原来奇亚从小就遭到家族培养 对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趣 只有杀人能为他带来快感 但现在的他不一样 想要和小杰成为朋友 哥哥见到封印有所松动 马上开始新一轮的洗脑 说出奇亚这样的人 根本就交不到朋友 与小杰在一起也只是判断 这个人能不能杀而已 听此为欧莉气愤不已 让奇亚不要被对方迷糊 小杰早已将他当成最好的伙伴 伊尔弥听到这话瞬间起了杀心 想要去杀掉小杰 毕竟杀手是不需要朋友的 由于下一次任务需要猎人执照 伊尔弥决定先完成比赛 再去杀掉小杰 而奇亚想要救下小杰 就必须在比赛中获胜 可双方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伊尔弥告诉奇亚 只要他敢乱动 那么比赛就会开始 想要停下只有一方死去 最终奇亚忍受不了内心恐惧选择认输 可伊尔弥却在这时大笑起来 说出刚才一切只是试探 让奇亚看清自己的内心 不敢为了朋友牺牲 就不要去交朋友 只用听他和父亲的话就行了 被大哥压迫的奇亚 仿佛丢了魂一般 可他却在雷欧丽比赛时 突然偷袭杀掉了鲍德罗 导致自己丢失猎人资格 小杰得知这一消息后 直接踹开会议室大门 找上伊尔弥让他向奇亚道歉 可高傲的伊尔弥 真的会在意小杰的话语吗 男人为了获得猎人执照 竟对亲弟弟爆发杀星 甚至一度操控对方 让其成为家族的杀人工具 面对这样恐怖的伊尔弥 小杰没有丝毫惧惮怕 他无法忍受对方 践踏奇亚和他的友情 害得奇亚变得自暴自弃 小杰一把将伊尔弥 从座位上扯出来 还用手捏断他的手臂 让伊尔弥对奇亚道歉 然而面对小杰的挑衅 伊尔弥直接放出狠话 你又能做些什么呢 小杰表示不道歉也行 但必须带他去找奇亚 他要让奇亚摆脱家族的操控 就在这时会长发话 虽然大家对比赛结果充满意义 但证据并不充分 毕竟先前鲍德罗经历大战 所以没有奇亚的帮忙 雷欧里也有很大机会获胜 暴空而觉得他们之间 肯定有某种约定 不只是奇亚 西索和伴藏都放过对方 让他们轻易获胜 对此他很不服气 毕竟自己可是被狠狠暴走 伴藏不愿解释太多 表示只想胡去休息 这时小杰怒吼道 没有任何人能否定别人的努力 如果奇亚主动放弃那另当别论 但如果是被操控的 他绝对不会饶不一而言 会长打断众人的争论 表示事实不会发生改变 随后绿豆秘书为大家讲解执照的作用 有了这张执照 他们能去90%的博家 大部分公共设施也可以免费使用 就连贷款都能被快速通过 一旦丢失他们将不再补发 所以成为猎人后 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执照 一切结束后 小杰三人找到伊尔弥 询问奇亚的所在地 伊尔弥没有隐瞒 说出奇亚已经回家 地址就在哭哭露山 不一会西索来到伊尔弥身边 调侃他杀手能随便说出家庭住址吗 伊尔弥表示无所谓 他们家族在当地很有名气 算是一个旅游景点谁都知道 两人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 伊尔弥的右手断裂 是小杰当当情绪激动时造成 也让伊尔弥认同西索 小杰果然是值得培养的猎物 但作为杀手的他 喜欢将风险扼杀于摇篮之中 谁知西索却威胁到 如果他敢出手 自己绝对不会饶了他 事后半葬暴库尔与小杰他们告别 而小杰听到对方之前去过很多国家 便让他查查父亲金的消息 暴库尔打开资料库后发现 金居然是国家保护级别的人物 查不到任何信息 就在这时萨特兹先生找上小杰 他告诉对方 自己之前为了荣誉 一直从事遗迹挖掘工作 可见到某人后他才知道 自己是多么的可耻 那人不仅用自己的钱财去保护遗迹 就连遗迹管理方法 也被当成教学手册 这人正是小杰的父亲金 金是萨特兹的偶像 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能够和他见上你 所以他对小杰也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但他最后还是没有告诉小杰 真正的猎人考核才刚刚开始 之后三人在网上找到哭哭露山的地址 他们当即出发前去寻找齐亚